Android Baby拉起妈妈的手,来自网络,来自网络,李荣浩拉起妈妈的手,来自网络,陈克拉起妈妈的手,还有心机奶爸张姐,来自网络,曾有过一个网络调查结果表明,大多数网友坦诚不会和父母有太亲密接触,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亲密接触越来越少,更换起了人们心中久违的亲自温情。 如果仔细观察,会发现在中国家庭中,随着孩子逐渐长大,父母与孩子之间会越来越少出现表达爱意的肢体动作,当孩子成年时,便会出现亲密的肢体接触,会很不自在这样的情况,是什么阻隔了我们与孩子之间表达爱的桥梁? 或许父母们,应该首先看到了以下几个人之误区,建立父母权威不等于不表达爱,中国家长普遍存在,要在孩子面前硕立权威的心理动力。 尤其是父亲,传统中国家庭中,爸爸们很少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情感需求,父母内心认为,不能在孩子面前表现出需要亲近的行为,这样会削弱父母在孩子心理高大坚强的形象。 合理的父母是权威是必要的,这样能帮助孩子正确认知与父母的关系,有助建立良性的依恋关系极自我认知。 但是,建立父母是权威,并不因为人要减少,甚至阻断亲子之间的亲密行为。 培养孩子坚强独立不等于不需要父母情感支持父母们,希望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个性。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,逐渐减少与知情密接触的行为,如果要表达关心与安慰,取而代之是语言的表达,但语言对于情感的传递弱于肢体。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、传播学家艾伯特·梅拉比安等人经过大量的实验,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。 人类在沟通中全部的表达信息等于7%的语言信息,加38%的声音信息,加55%的肢体语言信息。 这个公式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的信息。 人类在交流和沟通时,肢体语言传递的信息是最为丰富和重要的。 当你与孩子之间减少或者没有肢体语言表达时,也意味着他们很难再从父母那里感受到相互之间的情感需求与支持。 减少亲子亲密行为不等于表达那个情感需求。 曾有一位明星在描述他与父亲的关系时,举了一个例子,小学后他曾主动想去牵父亲的手,结果父亲本能地甩开了他的手,于是这变成了他心里难以忘怀的创伤。 当孩子主动做出亲近父母的行为时,如果父母出于各种原因,拒绝或是减少肢体接触,影响孩子说明原因。 即使没有肢体接触,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孩子的情感支持,这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助于帮助孩子理解亲子关系中的边界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GNXYD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